大家早安 我要带大家看我们春训的一天 Let's go 西地今天棒舟小组 就要跟着小折园的脚步 带大家看看 究竟黄山军的春训 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春训开始早上一起来 我们的早餐都是吃吐司 然后还有白粥 然后我们吐司都会用酱 然后下去吃 然后还有喝不用钱的牛奶 早上几乎都是差不多 然后中餐跟晚上就会变 然后我们这个都是营养师调配过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菜单 然后下去调配这样 吃什么 我要吃粥啊 然后南眉吐司啊 咖喱咖喱啊 就是我们早餐都有很多牛奶 然后是营养师交代说 让我们早餐要喝牛奶 无限倡议 喝到饱 喝到爽 喝 喝到七点 七点多就起床了 对 因为还要换球衣 吃早餐 对 然后再稍微休息一下 记得 八点半开始热身 然后展开一整天的训练 野手就是会练到下午 因为野手还要打击 让我们投手比较轻松一点点 一日之际在渔城 球员们享用完美味的早餐 补充一天所需的能量之后 要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啦 我现在吃饱了 我要去换衣服 然后上厕所 然后要展开 我们今天要练习了 Go 哇 子耶 找到了 谢谢学长 快来不及了 现在八点半 我们要展开一天的训练 Let's go 全队球员集合完毕后 由教练团交代今天的训练内容 和注意事项 接下来 球员们要先到室内热身 伸展僵硬的身体 在正式训练的时候 才不会受伤哦 热身的第一个项目 是滚筒运动 目的是帮助比较紧绷的肌群 做放松的动作 并且增加血液的循环 做完滚筒运动 放松筋骨之后 球员们就会移动到球场上 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热身 首先 黄山君绕着球场慢跑 将身体变得更暖和 再到外野草皮上 做各式各样的热身操 球手还会利用弹力绳 来强化手臂的小肌肉群 而为了降低受伤的几率 完整的热身也是训练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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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队长教练 结束了一连串的热身 接下来投手和野手会分别进行训练 打错了 投手们下一站来到了牛棚 与捕手正式开始练头 而野手则是进行打击 还有守卫练习 可以 今天的大魔王关卡登场咯 那就是让球员们 爱红遍野的体能训练 体能训练也是春训必备的基础课程之一 体能教练会视情况开出菜单 帮助选手们增强体力 让大家累积充足的能量 来应付整个赛季 但是通过了体能的魔鬼考验后 还剩下重量训练在等着大家 请各位在加把劲吧 干啥的 今天投手已经重训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吃中餐 我们的中餐一样是营养师调配的 少盐 然后都比较清淡 清淡 清淡 今天重训主要是一些伸展 伸展关节的一些动作 还有练一些比较小肌肉的地方 我觉得重训跟牛棚都不会累 可是体能是很累 今年应该是 因为有加入日本教练 所以就是比较有点日式的东西进来 有比去年 两月去年完全都是没事 主要是体能方面吧 因为前两年都投到后面就比较没有力了 然后今年都是想加强一点记忆力这样 经过一整个上午充实的训练 球员们真的辛苦了 相信春训结束后会有很好的收获 也期待黄山君在星球季 能打出亮眼的表现 树上有四层楼 四层楼然后顶楼是洗衣场 晒衣场 我住二楼 我来回房间洗一洗睡 然后打打手游 看看电视聊聊天 看他心情哦 他累了就不会来吵我了 可是我会去吵他 我们分不开 我们像年体一样 今天是我们春训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现在要继续房间休息了 拜拜 拜拜 今年球季结束后 我将卸下球员身份 往后日子我会把自己所缺 奉献给爱棒球的球员和球迷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